电影《太行山》上有这样一个精彩的片段 八路军如同鱼点般的炮弹飞向日本军官阿不闺秀 他瞬间被炸得血肉模糊 惨死在太行山上 现实中 阿不闺秀被迫击炮炸死是真实 但是电影里如同鱼点般的炮弹是有些艺术发 那么 炸死阿不闺秀究竟用了几发炮弹 大坪上的这架迫击炮就是当年炸死阿不闺秀的大功臣 现在存放在中国革命军事服务馆里 它看起来很普通 但是这架迫击炮在当年的八路军手里 已经算是高级武器了 炸死阿不闺秀的炮弹就是从这架迫击炮里轰出去 当时八路军独立师一团就剩下四发炮弹 炮手李二席 调整炮位 第一炮测距 第二炮打远了 第三炮打近了 第四炮也是最后一炮正好打中了院子 阿不闺秀中弹后并没有当场毙命 临死前 他硬是用尽自己最后一丝体力写了一封遗嘱 恰恰是这份遗嘱把另外一个日军中将送回了老家 那么死到临头的阿不闺秀到底在这封遗嘱里写了什么 阿不闺秀被炸倒之后 几个未受伤的日本兵冲进唐屋 将阿不闺秀用大义果排走抢救 在抢救的三个小时里 他觉得自己死得不甘心 临死也得拉个垫背的 阿不闺秀将写的一份遗嘱 这份遗嘱将三木中奖拉下来 阿不闺秀的这份遗嘱有三条嘱托 其中两条意义都不大 最重要的就是第二条 这一九的第二条 就是要家人 联合其身前好友 控告三木中奖 真死不救 三木崇明是比阿不闺秀年长的军人 一九三六年就晋升中将 他性格老练狡猾 阿不闺秀控告他与自己不和 在自己危难之际隔岸观火 才出现了黄图林惨败的结局 事实上 当时三木崇明的110师团确实有点迟缓 他的部队11月6号 才进入唐县境内 离被包围的阿不闺秀 还有很长一段距离 三木中奖 持续精神 真是以上路地形复杂 不敢冒冷打出为友 堂塞陆军总部 其实 死了一个中奖 日本陆军总部觉得 总要有一个人来充当责任 所以 无路三木中奖 平安喊冤 他都得被 这黑锅 就在一个月之后 110师团中将 三木崇明被扯了职 编入了玉北役 从此没有再被日本军部重用过 一发炮弹炸死了一个中将阿不闺秀 顺带着将另一个中将 三木崇明送回老家打鱼 实在是无比神奇的一炮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耶稞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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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中将级高级指挥官 在抗战以来还是头一次 这极大的鼓舞了 中国军民的抗日热情 在八路军的抗战史上 写下了光辉的印象 如今 连二起当年使用的那门返击炮 已经成了国家一级本物 陈列在中国军事博物馆 接手后人的瞻仰 见证那段 用热血谱写的英雄岁月 好 感谢各位收看 本期《决定王室》 下期再见